说起亮剑这部电视剧一定是很多人心中抗战电视剧的经典 其中李云龙团长还有他的意大利炮 还成为了许多网友和游戏青年常用的歌 现在亮剑要出第三部了 就是亮剑之雷霆战将 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呢 然而由于这部剧更换了主角 选择了一些现在比较当红的流量明星 还有小鲜肉和小花来出演 消息一公布 网友们就炸开了锅 不停地讨论主角的更换 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感觉 这次的男主角八路军独立团团长王云山 是由张云龙扮演的 说起张云龙 大家一定会想起他曾经出演的电视剧 亲爱的翻译官 还有偏偏喜欢你 而且张云龙在《古剑西坛》中饰演的猫妖黑妖 还有和杨幂 李一峰共同出演的怦然心动 相信一定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实亮剑三算是张云龙第一次出演抗制类型电视剧 不知道他在电视剧中会表现如何呢 这部电视剧中的男配角是四川名将郭勋奎 他的扮演者高伟光的演技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但是高伟光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帝君的身份实在是让人印象太深刻了 所以不知道东华帝君能不能再亮剑 这部电视剧中突破自己呢 不但高伟光的亮剑十分让人期待 他的《三生三世》《枕上书》也受到了热评 相信也不会太差 女主角赖宇蒙在亮剑之雷霆战将 出演的是独立团团长王云山的妻子韩颜 韩颜是一名战地医生 白衣天使的特征 和赖宇蒙的气质也比较契合 虽然之前并没有太多的演艺经历 出道也才短短四年 但是他阳光可爱的性格和清新大方的气质 也让他创造了不少的粉丝 不知道在这一部电视剧中 赖宇蒙能不能驾驭自己的角色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他的表演吧 吴欣也参演了这一部电视剧 作为女配角 吴欣在电视剧中出演的是 八路军中的一名女战士 大家都知道吴欣的演技之前被受吐槽 很多网友都认为 吴欣基本上是零演技 尤其是在之前的电视剧《深夜食堂》当中 吴欣的表演不仅被大家吐槽浮夸 还被大家吐槽太假了 甚至有的网友还认为吴欣的演技 还不如电视剧中的实物 曾经吴欣傻来甜的性格 也让他受到了许多摧粉的攻击 但是近些年来 吴欣不断地改变自己 不管是气质还是形象 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网友对欣欣的好评也日益增加 但是这部剧中 吴欣的演技到底有没有进步 可能就只能等到亮剑之雷停战架 这部电视剧正是上映以后才能够知道了 现在翻拍经典电视剧 或者是个经典电视剧拍序集的情况 越来越多了 网友一方面期待亮剑新电视剧的播出 但是另一方面也会担心 这个翻拍会不会把经典电视剧毁掉 再次成为抗日神剧 不过这部电视剧上 没有揭晓正式上映的时间 所以只能等到播出以后 再对这部电视剧进行比较和评价了 文史断断啊 是